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继续分享一下有关咖啡渣自制有机肥的几个问题 那么以前我们有一个视频叫做是有关咖啡渣自制有机肥的 那么自从发表以后大家有提出来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咖啡渣它是非常有营养 特别是它富含氮肥 那么它还含磷肥和钾肥以及铁蒙等各种微量元素 所以它做有机肥是最好的一个原料 那么在做有机肥的时候 我们是按这样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我们是咖啡渣是一份 然后别的像棕色的 我们叫棕色肺物 叫做Brown waste 就是棕色的这种肥料原料 比如说树叶子树皮等等树干打成的碎末 这种mudge等等 这些呢都称为Brown Brown的颜色都是棕色的 所以说我们叫Brown原料 那么棕色原料 虽然开阿菲渣呢看上去像棕色颜色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绿色的原料 所以不属于棕色原料 棕色原料呢我们是分三份 这样就是三比一的土是六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 按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做 按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做自制有机肥 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土了 土来混合 那么你如果说是这个Brown太多了 就是棕色的这种原料太多了呢 它可能就含的那个氮肥就比较少 而咖啡渣呢多少了以后呢 就可能让这个让你这个有机肥呢 温度不够 而焦毒呢缓慢 咖啡渣也不要太多 因为太多了以后呢 这样很可能就让氮肥过多 从而呢有些不喜欢氮肥过多的一些植物呢 而生长受到了影响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在使用任何肥料的时候 我们都谈到了酸性和碱性 那么我们用咖啡渣做的这个 做的这个有机肥呢 弱酸 就是弱酸 非常弱酸的 那么我们讲PH值 那么PH值呢 一般来说我们指的是7 是中性 那么咖啡渣它实际上是 它的这个酸度呢 实际上就是很低的 是微酸 咖啡渣是根据各种不同产地的咖啡渣 它的酸度是有所不同 有的甚至是碱性的 所以说那么这个咖啡渣呢 是酸碱 基本上是接近于中性 我们讲这个茶叶 茶叶的这个酸度呢 甚至比这个咖啡渣呢 还要酸 茶叶呢 有的可以达到3 所以就相对于7呢 就酸了很多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再一个方面就是咖啡渣被冲洗的程度 如果我们这个咖啡渣呢 被冲洗的很多 那么就是说有人就 就是放了很少咖啡 然后用很多的水来冲呢 那么冲的这个咖啡当然就很淡 那么这样的话 你那咖啡渣呢 它就接近于中性 那么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咖啡呢 它甚至是碱性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酸碱性 那么当然自然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种的什么植物 是喜欢酸性的 弱酸性的土壤 什么植物喜欢 弱碱性的土壤 那么这样 基本上我们说就是说 酸性是有什么造成的 就是说我们的氮肥 里边的氮的含量 那么氮呢 它就很容易产生酸性 它本身就是一个负粒子的 但是我们一般人来说呢 像我们想做这个有机肥呢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 只是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它不会造成很酸的 那么有朋友问我们 说我用茶叶可以不可以 实际上那个茶叶的那个酸度 比这个 比咖啡渣的酸度还要多 多很多 什么植物 这个喜欢酸性 像我们说这些绿叶的 就是说需要长很多的绿叶的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都比较喜欢酸性的 酸一点的土壤 不是酸性 就是酸 弱酸的一些土壤 那么所以因为什么 它们需要淡肥 大量的淡肥 因为这个叶子长了很多很多 这些它们需要淡肥 我们说一般的我们种的蔬菜 绝大部分都喜欢弱酸性的土壤 那么比如说菠菜啊 豆角啊 西红柿 辣椒 还有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 喜欢弱酸性的一点土壤 那么当然呢 如果说是 你是比如说一些花卉一类的植物 比如说什么花啊 你种的花 因为那个肥要 需要淋肥 如果说你淡肥太多了以后 它疯长 同样呢 它可能开花结果的时间很短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开花结果受到影响 所以说呢 淡肥并不是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一些观赏性的 比如说 靠花和果结果的东西 基本上呢 它在开花期的期间呢 它们是 不是太失忆过多的淡肥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这个咖啡渣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 它可以吸引很多的 有益的微生物 或者是蚯蚓之类的东西 特别是蚯蚓 所以有的人啊 因为这个蚯蚓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化工厂 那么蚯蚓呢 它可以把我们 就是释放到地里边的一些肥料呢 它吃进去以后 然后通过它的这个消化系统 然后把它变成植物 所需要的营养 可吸收的营养 所以这蚯蚓很重要 那么 那么实际上我们 有很多人呢 就 就养蚯蚓 养很多的蚯蚓 蚯蚓帮助去制造肥料 这样的话 这个土地就会特别的肥沃 蚯蚓多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蚯蚓多了以后 因为有很多的动物 比如说一些荒啊 鼠啊 甚至一些别的一些动物呢 它们就会过来来吃蚯蚓 那么因为蚯蚓是一种高蛋白的东西 它们非常喜欢吃 就像饱餐一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上面撒一些咖啡渣 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味道变没有了 那么很多动物不像人喜欢咖啡的味道 那么 所以说动物呢 它会被驱赶走 那么它很讨厌这个味道 所以说这样就保护了 有意的蚯蚓 有意的生物 不被动物吃掉 还有一个原因呢 当然这个方面呢 就有一些争议 也就是说 咖啡渣 有人做试验 说这个咖啡渣呢 Selux 或者是那些就是鼻气虫啊 什么东西的 它会 闻到 就是 趴到那儿以后 然后它会 离开那个地方 就是有驱赶 就是有驱赶或者杀它的作用 杀这些鼻气虫的作用 那么实际上有人说做过试验 做过试验呢 他说这个鼻气虫呢 它是闻到不好受 然后它会离开 但是它最最主要的就是说 不是咖啡渣而让这个鼻气虫走了 而是因为它在咖啡渣的这个障碍当中 因为它的那个软弱的那个腿 在这个咖啡渣的颗粒上 它没办法行走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它就 因为那都是一些咖啡渣的这个球 这个颗粒 而在上面呢 它没办法让它行走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就使得这个鼻气虫呢 远离你的植物 当然有人做这方面的 这个有争议 但是呢 就是说 它具有一定的驱虫的作用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试过 那么确实是 不但是一些蚂蚁啊 或者是别的东西 它都会躲着走 那这样的话 有驱离害虫的一些作用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到哪儿弄咖啡渣 当然我呢 是每天都喝 那么平均呢 美国人是每天都喝两杯半 这个咖啡渣 所以说咖啡渣很多地方都有 那么我基本上都是通过 我们家的这个咖啡渣 我们把它collect起来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用 那么如果你不喝咖啡的人 你可以到那个starbucks或者是一些咖啡店 免费给他要一些这个咖啡渣 那么这些咖啡渣呢 基本上他们都会免费的给你 那么这而且会给很多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这个咖啡店 它会就是加一点artificial的人造的一些香精之类的东西 可能在咖啡里边 那么据说是这样了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咖啡店里边加这个香精之类的东西 那基本上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做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咖啡呢 你可以免费的获得都用起来 应该没问题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自治有机肺方面的一些问题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跟大家分享本频道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